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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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到了这个公恨得力的时候 则心静一如 解脱自在 内部执着身心 则不为身心所挂碍 外部执着这个万法 则不为万法所挂碍 那么这些的这个老病史 和无常转变的一切恐怖 自然成为乌有 执着呢 是祸 过爱是业 恐怖是苦 所以就变成是祸业苦 那么由于啊 没有执着 没有执着也就是没有烦恼 这个祸 那么没有烦恼 则无过爱 你就不会去造业啊 那么 既无过爱也就没有恐怖啊 没有恐怖啊 就没有这个痛苦 所以说啦 心无过爱 无过爱过 无有恐怖啊 接下来 远离颠倒梦想啊 这个远离呢 这两个字呢 都读去生 那么做这个去之解 也可说呢 这个远呢 是永远 表示呢 非暂时 那么离呢 是脱离 即解脱的这个意思 那么合起来呢 就是永远解脱 在这个大般若经里面啊 就讲到说呢 圣圣般若波罗蜜啊 远离之相 又讲到呢 以一切烦恼 六趣 世生 远 戒 处等 而得远离啊 故名 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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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颠倒呢 这个颠着 就是头眼 倒是导字 如 我们的这个头啊 本来 是在上 我们是顶着天 那么脚 在下 就是立地 那么颠倒的话呢 金则相反 错乱 脱死垂地啊 然后脚死朝天啊 这个叫做颠倒 那么这是一种的辟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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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然后 趋向啊 这个法臣呢 妄认 作真 认为这个虚妄啊 为真 故意颠倒 来称之啊 来称之啊 圆节经里面呢 讲到说 一切众生啊 从无始来啊 种种颠倒啊 犹如迷能 那么四方益处 起药啊 这个言之啊 这个世间呢 有四倒 什么叫做四倒呢 第一 对于啊 世间啊 这个诸行 无常之生灭法 妄计啊 为常 就是 把这个世间啊 一切 万法万物啊 执着为恒常啊 所以 叫做常的 这个倒 就常的颠倒 那么第二呢 对于啊 世间诸苦啊 忘记 为乐啊 此为乐倒 我们 佛经里面 常常看到啊 佛陀 告诉我们 这个世间啊 是无常的 而且 充满的 无常的逼迫 因为无常逼迫啊 所以是苦啊 但 我们没有智慧 因有烦恼 而迷惑啊 那么 执着 这世间的无常为乐啊 所以称作 乐倒 乐的一个颠倒 第三呢 对于世间诸法 不明一切 无我 忘记 唯我 视为我倒 那么 经典上 一直讲 无印 无我 我们这个我 以我们佛法的一个语言 来理解 我们这个我啊 不是真我 这个我呢 是四大假和 的一个假我 为什么称为假我 因为是 由四大地水佛风 和和 而生起了这个色身 那么这个地水佛风啊 分散的话 这个色身啊 就不存在了 那么无印 色受想行事 也就是指我们的身心 如果 把这个无法呢 色身相外处法 一一的分离 那这个我呢 也就不存在了 所以 以我们佛法的一个语言啊 来 看这个我 他不是真实啊 恒常不变 或者是有志在主宰的 一个我 所以 称这个我 就称为 假我 那么凡夫啊 不明啊 这个无我的一个道理啊 执着现在的一个身心啊 为死我 所以啊 称作我道 我的一个颠倒 那么第四呢 对于啊 世间啊 诸不进法 妄计啊 为进 是为 进道 以我们 佛法的一个智慧 来看这个世间啊 都是 不清净的 那么 仿佛 执着 为清净 所以 对这个 啊 相呢 而起执着 这个称之为啊 静导 那么 这个静导呢 所谓啊 妄认啊 这个雪落 之身啊 为静 认为我们 这个雪落的一个 色身啊 是清净的 那么 世间的享乐啊 享受啊 为快乐的 那么 圆影之心啊 为常 圆圣之法 为我 当之啊 无生无命啊 永恒不变啊 为之常 即内永安啊 尝离诸苦啊 为之乐 那么自在解脱啊 真是无爱啊 为之我 永恒一切啊 成劳 过然 为之尽啊 凡夫 经学 过程之身啊 哪里有 清净之相呢 所说 这个重苦 胶尖啊 哪里有 真实的一个 快乐可言呢 那么我们这个 忘心啊 刹那生命啊 哪里有一个 恒常呢 因缘所圣之法 哪里有一个 使我呢 那么这四道 就为众生啊 迷了真心 所起的一种的望见 佛陀在 临涅盘的时候 曾啊 尊尊啊 警戒诸弟子们说 若我灭度后 而当啊 以四念处 为助 助呢 就是不离的意思 为 实时啊 不离 这四念处观 那么什么是四念处呢 一 叫做观身不禁啊 就是观察 观照 我们这个四身啊 它是不清静的 那么观身不禁的话呢 可以对峙啊 这个禁倒 就是对于 清静的一个颠倒 第二 观受 四苦 我们 的这个感受啊 当然 对的这个 一切的境界 顺情的境界 我们会有热索 快乐的感受 对于 唯情的境界 就是 违背你心意的 你不喜欢的 这些的境界 你就会有 痛苦的感受 那么 对于 不是顺情 也不是逆情的 这个境界啊 就有 不苦 不乐之受啊 那么 以我们佛法的一个 智慧啊 来观照啊 这个感受啊 它都是无常的 它不是恒常的 那么 能够啊 透过观照 诸说是苦的话 那么 就可以对峙啊 我们对 乐的 一个颠倒 第三呢 叫做观心无常啊 那么 可以对峙 常的颠倒 我们的心啊 也是随着 因缘呢 随着境界啊 一直在 变化 所以 能够观心无常的话呢 那么 就能够对峙 长的 这个颠倒 第一次啊 观法无我啊 我们 观这个 五蕴的一个身心啊 没有实在的一个我啊 没有永恒不变的一个 一个真我存在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摄身啊 这个身心啊 是四大甲合啊 是五蕴 合合的一个假象啊 它并不是永恒的 所以 所以 它没有一个 真的能够被我所自在主宰的一个我 存在 所以 观这个法 无我 那么以此 可以对峙啊 对 我的一个颠倒 好 那么什么叫做梦想呢 为梦中的这个幻想 是一种啊 虚幻不实的 我们 日间啊 思想啊 尚属 虚妄 白天的时候 咱们想东 想西啊 那只是一个思想的一个境界 它不是 真实的 所以称作虚妄 何况 夜里的一个梦想啊 我们夜晚里面啊 做梦啊 做梦的时候 醒来的时候 知道说 这一切的梦境啊 都是虚幻的 不是实在的 那么在足虫水笔里面啊 就讲到说呢 梦已想成啊 故隐梦想 这个梦啊 我们晚上做的这个梦 或者是白天睡觉的时候 做的梦啊 由想而成就 所以称作梦想 那么这个梦想啊 也有翻译成 妄想 妄呢 是正说 那么这个梦呢 是取欲 做一个辟语 以梦为辟语 在大字诸论里面啊 就讲到说 如梦中啊 如梦中啊 无时事 未知有时 觉已啊 自无 而 还自笑 就是你在做梦的时候 你以为这些境界啊 是真实的 后来醒来的时候 你才知道说 刚刚的梦啊 都是虚幻的 不是真实的 那么众生啊 迷失 我们在迷的时候 就像我们现在 在做无明的大梦 所以称作独梦 那么 任妄啊 这个万法 为实有 到了这个觉悟的时候 当我们透过修学佛法 觉悟了之后 如好像在梦中里面 醒过来 那才知道啊 万法 这个忘患 无时 就是虚妄的 不是真实的 那么 这时候 也只有 异父 自笑啊 你就会说 哎呀 刚刚啊 在梦境里面啊 那个恐怖的境界 或者是 梦境啊 你 中了大奖 或者是 得到很多的 这个财物 或者是 当了高官贵人啊 醒来的时候 一切的境界 都不是真实的 那么 那所谓呢 这个梦里啊 情景 晚难 绝后呢 事物 全非 要之呢 这个凡夫 任妄 作真啊 我们都还在凡夫的阶段 我们把这个虚妄的一个境界啊 把它 当作是真实的 那么称作 颠倒 那么梦者呢 错认啊 这个梦境啊 我也真实啊 那么 意味颠倒啊 故意呢 颠倒 梦想 来称之啊 我们现在啊 在凡夫的阶段呢 就是颠倒梦想当中啊 那么一切的这个梦境啊 皆为梦所唤现 全非实事啊 而梦中人 错认为真啊 就是 在做梦的人啊 他梦到了一切的境界啊 他把它当成啊 这一切的境界啊 都是 真实的 带子啊 他醒来啊 情景顿空啊 这时才知啊 难科一梦啊 我们现前的身心世界啊 结义呢 这个无名妄想 之所唤起 这个无名呢 比喻为梦 身心的 这个世界啊 比喻作梦境 那么全体啊 不真 就是说呢 在做梦里面的 这些的境界啊 当你醒来的时候啊 你就知道说 在梦里的 一切的境界 都是虚幻不实的 那么 我们在凡夫啊 在做这个无名的一个大梦啊 所以呢 啊 妄认啊 一切的境界啊 为真实 而生啊 种种颠倒 执着啊 这个就跟在梦境里面啊 一样啊 那么有一首记 讲说呢 却来啊 观世间啊 犹如梦中世啊 所以也说啊 人生如梦啊 我们要了解 一夜啊 之梦啊 为小梦啊 一生之梦啊 为大梦 又呢 这个梦想啊 指我们 无始劫来的这个 无名烦恼 毕竟啊 虚妄啊 虚妄啊 如梦啊 如梦啊 不实啊 凡夫啊 因为没有般若智 被其所迷啊 于众呢 颠倒执着 所以啊 会起迷惑 然后 妄造恶业 啊 接下来就要 妄受生死的 这个苦果啊 那么 我们能够以 般若造之啊 则无名或断 希望相空啊 而真心啊 全落 这个实相显现啊 如梦出行啊 求梦中的进 了不可得啊 那么 这呢 就是 远离啊 颠倒 梦想的 这个意思了 啊 我们现在 在凡夫的阶段 都在做这个 无名大梦啊 那么 透过 我们修学佛法啊 升起了这个 般若智慧之后啊 我们就能够 从无名的大梦当中啊 醒过来啊 而不被 梦中一切的境界啊 所迷惑啊 好 今天啊 时间的关系 就跟大家讲解到此 祝大家 业障消除 苦费增长 阿弥陀佛 哦 能否久留于世 和佛书经典的流传 有着密切关系 因此 因此 唱隐经书 助隐经书 流通经书 对 续佛会命 有极大的贡献与功德 顾持印经协会 其是种大智慧的 菩提善根 欢迎 诸位大德 踊跃加入会员 随喜功德 顾持请洽 各地中心 道场 讲堂 书房 或洽 03 989 8686 中华印经协会 跨播帐号 1965 8482 生命电视台举办2017印度九天心灵之旅 于全圣地 瑞施凯施 恒河之源 新旧德里宗教圣地与遗迹及佛学问答 供请海涛法师领团 日期 106年9月27号星期三至106年10月5号星期四 共九天 行程安排 胡马雍林 阿克萨达姆神庙 顾特普塔 于全圣地 瑞施凯施 吉祥吊桥 圣喜悦吊桥 三主公神庙 甘地纪念馆 神庙 佛教博物馆 莲花寺 中世纪遗迹 裸体花园等 详细形成请洽台北生命稻草 联络电话 02-2550-9900 02-2550-9900 传真 02-2558-6600 02-2558-6600 联照您的佛信波热 欢迎收看生命电视台 旅客 通知 请不吝点赞 乖血 达赞 �超级 祝赞 强附丑 超级 酒 达赞 各位觀眾朋友,黑麵豆粉 今天要來跟各位婆山 我們要介紹的就是 歐納律尊者 歐納律尊者在我們的副教律師 他是佛道時代提主 天堅第一 那麼歐納律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歐納律就是無品 為什麼歐納律尊者 他就是一個無品強 而且很有福報的人 這在過去很久很久之前 在佛沙佛的時代 在那時候 一邊 歐納律尊者 都歐納律尊者 農民很難去修行 因此地數 全民 都流淒香 很多人真的沒有飯吃 那麼在這個時候 很多老百姓 他就去吃炒筋 吃醬油 比較好幾率 如果可以吃到那種炒筋 飯 這就很有福報 那麼在那個時候 有一個歐納律尊者 歐納律尊者 他是一個開業者 他住在山上 在修行 這位歐納律尊者 他有一個願 他每七天 他到下山一遍 他到下山一遍 就是要吃的生來 還出去吐筋 所以說 這位歐納律尊者 他每一遍 到生來去吐筋 他都跟他吐 吐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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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不吐 他也是一樣 這個筋 還回來 他的療 還可以靜靜受傷 那麼這位歐納律尊者 他雖然開瘋整個 但是 歐納律尊者 受傷的 因緣 還沒結到緣 所以他常常在 吐空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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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是要喝酒 也是要再回來 他的酸療 這個來這裡 還在用功 受傷辦桌 有一邊 佩茲佛 他在上一禮拜 下山要出來吐筆的時候 他就吐空埔 那麼這禮拜 他出來吐筆 一樣 又是拖空埔 那麼在這裡 他拖空埔 他並沒有起煩惱 他一樣 為他很好 碰到這個筆 這樣一步一步 很重量 還要走回去 到他的山領了 在這個時候 在這個樓邊 有一個山領 這個山領 有一個作詩人 這個作詩人 他就要注意 這位師父 因為他知道 他上禮拜 就是吐空埔 他也知道 一個禮拜 他沒有飯堂吃 那這禮拜 他又是看到師父 來吐空埔 他這個時候 內心真的實在 替他這個師父 很煩惱 煩惱這個師父 沒有飯堂吃 會去腰食 那麼這個作詩人 他就趕快 他走來 走走走 走來師父 邊說師父 我看你這個白油 又是拖空埔 那麼在這個時候 如果你如果是沒有起煙 我今天帶來 有一個炒雞的飯 你如果沒有起煙 這個才給你供養 想不到匹之佛 他跟這個農夫說 他說 我如果是接受到你的 炒雞的飯的供養 待會你肚子就要養 想不到農夫他就說 說師父 我跟你說 我的養是一天而已 但是你已經十幾天沒吃飯了 所以我生生生的 牽涉要把我這些飯 來供養給師父你 那麼在這個時候 那個農夫不知道他是匹之佛 他也當作一般的BQ 他很謙虛 要來供養BQ 那麼在這個時候 匹之佛他接受到這個農夫的供養 之後 當下很祝賓 對釋風祝福 來做一個公教回鄉 回鄉說給這個農夫 祝福生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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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中生屋頂半身出水 會半身出灰 那麼在這個地方 空中十八變的變化 在空中演化 之後這位屁之佛 和台電神通由空中下來到地下 倒兵回來 頂半身出灰 會半身出水 十八變化 在地下上台電神通 看到農夫 眼睛都鳴鳴鳴鳴鳴 為什麼 他不知道這位屬夫是有神通的 在這個時候 他帶這位屬夫很高興 他在合中看屬夫 在電神通 到後面屁之佛 他就消失掉了 在農夫的面前 那麼當農夫 他看到屬夫這樣也很高興 他趕緊回去 他的風在那裡 壓在頭就開始在骨頭 照想在做事 那麼在做骨頭的時候 一個事情發生 有這個農地裡面 都要造一隻拖子造出來 造出來的時候 哇 那隻拖子就一直在加他的底頭 這個農夫說 你不要再玩了 你不要再玩 我實在做工作 你不要等著給我插 想不到那隻拖子 他不只插 他就跳出來跳去 跳出來跳去 跳到那隻拖子 他就跳去他的肩肉 剛才為生服罵掉了 罵掉的時候 這個農夫 他相手就一直背 說你不要吵 你不要吵 我要做工作 結果越背 他感覺那隻拖子 越慢越暗 越慢越暗 在這個時候 農夫要把你抓不到 背也背也沒有走 農夫說 她說不然今天工作不要做 從頭鴨來我回家 要拜託她太太 來把這隻肚子撈下來 那麼在這個時候 當這個農夫 這樣臉 稍微看走走走走 她這次到家的時候 就跟她太太說 快點快點 快點我到腳踏 她太太看到農夫 這樣很害怕 她說到底是怎樣 在這個時候 農夫就跟太太說 說有一隻肚子 走到我的腳踏 她把我扔掉 我這樣扔不扔下來 你快點把這隻肚子撈下來 結果他們太太 走到後面說 看一聲說 哎呦 這隻金肚子 你是去哪裡 會拿的 農夫說我比較有金肚子 那是橫的一隻丫頭 她跑來 為我的腳踏 把我扔掉 這樣 在這個時候 他們太太說 這樣來來來來 這隻金肚子 我這麼大隻 就把他扔起來 哦 扔下來 等一看 放在肚子上 這個時候 她太太說 你貪不跟我說 肚子從哪裡來 這個時候 農夫就說 剛才我剛才 他就有一個舒服 他沒飯吃 他沒飯吃 他出你吐不吐 很獨特 就是吐吐不吐 我一回飯 這樣給他強勇 他給我做公道 開香料 沒多久 這隻肚子就出現 我才會知道是金肚子 他在餐餐的時候 是多跳跳呢 哇 在這個時候 他們太太說 這個墨尾就是我們的福報告 我們這個時候 我們到沒有錢 我如果整隻肚子拿來買 有可能 人會懷疑 我們到這三角 有可能 有這塊金子這麼大塊 不然這樣 我們把肚子拿一塊 把鋪一塊起來買就好 在這個時候 老公子就趕快拿鋪 來鋪鋪鋪鋪 把肚子拿鋪一塊 拿肚子的金子 拿去 那一塊錢去買 買換一堆錢回來 結果不可思議的事情 當他們回到家的時候 那隻金肚子的腳又生出來 所以在這個時候 那個農夫將處一後 沒有再散過了 這個一隻過九十一夾 這個農夫不管怎麼出事 如果不是出事在王宮裡面 不然就出事在台府中家的家 做人的怕孫 這個九十一夾裡面 那個農夫一世人一世人一直過 他雖然都出事在好人家的家 但是呢 個性都非常溫和 說到這裡 我們都知道 這個農夫就是 是歐納綠的情世人 因為他在很散的情形 共堅勝的心 共用一頓飯給屁之佛 他所供養的福報 讓他得到九十一夾的福報 生生世世 大富大貴 我們沒辦法說到這世 這世的時候 歐納綠他出事在家比羅衛國 他就是佛道的這個吉伯少爺 就是他的堂地 那麼歐納綠他出事後的時候呢 我們在歐納綠境裡面都有看 十六位的大歐羅範其中一位 叫做阿鳥羅篤 所以在這裡我們就知道說 歐納綠在佛教裡面 他的歷史地位是非常地怪異 那麼當他出事 他這邊出事 他在家比羅衛國 他是一個小王主 佛道已經出雞去了 那麼這些小王主 每天到王宮裡面 過了非常非常地快樂 他的童年真的是快樂的童年 歐納綠多有趣 他的歌聲很好 所以他就整天都要唱歌風聽 連歐納綠他的財花也非常好 所以他整天就是變魔術 沒有表演其他的才藝來取悅大眾 所以歐納綠在王宮裡面的人都很疼他 最主要是怎樣 歐納綠 他生意做起來很重要 自做小孩的時候就很重要 歐納綠有一個構成 他很會教人修書 每次修書都沒有一次贏 他如果輸人的時候 他就走到他家裡拿拼拼 說這個我修理 我拼給你吃 他整天就是在他家裡拿拼 跟他媽媽拿拼 拿很多拼 就這裡本人 那邊本人 有一次他媽媽跟他說 沒拼了啦 歐納綠多天真 他把沒拼當作是拼的名字 他還在家裡說 媽媽 我要拿那個沒拼的拼 他媽媽說 靠那個沒拼的拼 我心裡跟你說 我們家裡的拼拼 裡面已經沒拼 你還要回來拿拼 不像我來拿拼拼拼給你看 結果他媽媽看一眼 眼睛這麼大聲 為什麼 剛才那個拼拼 空空的拼拼 當歐納綠說要拿拼拼 給他裡面 他的拼拼 他又頂起來 每一遍就是這個行 所以歐納綠的母親 他就說 這個孩子有福報 他有得受的福報 所以拼拼以後 歐納綠如果找到家裡的拼拼 還輸掉的時候要拿拼拼 他媽媽都把他拼拼 用拼拼去跟家裡的拼拼 那麼剛才有說到 歐納綠自小的生日很重要 他重點到什麼程度呢 因為他很快樂啊 他整天在公共裡面呢 他就趕著公路啦 來過那種快樂的童年生活 公路看到歐納綠這麼重點呢 齁 大家小前要穿他呢 那麼在這個時候呢 尤其要穿他什麼呢 歐納綠有這支營鋼皮 那支營鋼皮呢 讓他充滿到這個魅力 所有拼拼都很愛跟他做的 但是歐納綠自小的時候 他就對南路的這支營鋼皮 沒有興趣 算可以喔 出頭這樣可以 但是你如果當你太接近的時候 歐納綠馬上呢 他就正經為作 不可以讓你再親一步進去 所以在這個地方 這是他的現身的構成 就是說我們如果時間給他 努力回到九十一件一件 九十一件一來 他的行為都非常的端正 這就是歐納綠這個人 所以說到歐納綠的時候 他有一天 他這次的王宮 聽到佛島的小弟 南島 也對佛島去出家 他又聽到佛島的 他的兒子 佛島 落好路 這個小的落好路 也對佛島去出家 那麼歐納綠這個時候說 自從佛島 生島 後回來到王宮 他在公府法的時候 我聽到真的實在有夠開心 這樣我也想要來出家 所以歐納綠當他起念頭 他說他想要去出家 他就找他哥哥 他哥哥什麼人 就是摩荷蘭 他就找他哥哥說 哥哥 哥哥 我們兩個兄弟 我看其中有一個要去出家 他哥哥說 是 我也是最近在想這件事 這麼多我們熟客族的王主 熟客族的人 都對佛島去出家 我看我們兩個兄弟 也其中要有一個去出家 我看 無好人就這樣說 不然我來出家 這個時候歐納你說 不然你不能出家 是怎麼說 你是一個武將對國家有留 你要留下來保護國家 我會構成到失陪出家 因為我沒有要批發 所以在這家兄弟參加後的時候 歐納綠說 這樣我來出家 在這個時候 夠不然他跟這個 熟客族七王主 那時候就像一般 就像一般 頭上的 走在哪裡 說要帶出去 帶什麼人出去 帶幽婆梨 幽婆梨 幽婆梨不在家裡 跟他們七王主 這樣跟他們剃頭門剃料的時候 還要讓他們七王主去出家 那麼他們七王主要出家之前 這也還有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就是當歐納綠 可以跟他的父母說 說什麼 說我不會出家 他們父母說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出家了 那麼在這家 爭出三遍後的時候 歐納綠再去爭出一遍 這遍你如果不答應我出家 我就要絕食了 歐納綠爸爸說 這樣喔 這樣我看 沒關係 不然你去問巴提 巴提王主如果說要出家 這樣你跟他照顧 歐納綠很天真 在那個時候 正凡王已經向巴提是王主了 王主就是未來要定期做國王的 為什麼 因為正凡王兩個兒子 一個司達多 一個蘭桃 兩個都已經出家了 一個已經生徒了 所以正凡王向巴提來做王主 這個時候 歐納綠的爸爸 就說你如果要出家 不然你去找巴提 這明明是 我們現在有一些不可能 所以歐納綠當他去找巴提後 巴提他怎麼說 他說不要啦 出家後 我們世間的鄉修都不可以 不可以來體驗到 這樣兩個人 雖然是王主 但是都感情真好 歐納綠就一直用 副法跟巴提開始 他說我們一定要出家 在這個世間 全部一切都是無償 在這個時候 我們要對佛道 你看看連樓火爐就出家了 我們更可以還沒出家 這樣一直說一直說 巴提跟歐納綠說 不然這樣 我們再享受七年 七年以後出來出家了 但是在這個時候 歐納綠說七年最久 一年 一年這個時候巴提說 好啦好啦 不然就一年 當巴提好的時 歐納綠就不好 為什麼 他說一年最久 不然一個月 巴提說 後來這樣 我說七年 你說一年 我說一年 你說一個月 好啦 一個月就好 到最後要說 巴提說 好啦好啦 一個月 再享受一個月 我們自己出家 當巴提答應的時候 歐納綠說沒有 一個月最久 一禮拜 七天就好 所以在這個時候 實際上巴提是 歐納綠人的 譬如說 驚人我們來出家 我們來出家 他該出家呢 七天 所以在這個時候 七王主 他們出家的因緣 就是有歐納綠 全部就說 我要出家 我要出家 出家 可以解脫的這個心 跟我的促成 積牙祖 七王主出家 這就是一段因緣 好 當歐納綠他出家後 他出家後 起到正式 佛道 這樣開始 這樣說 這樣教 到沒了的時候 歐納綠在那個時候 說 佛道 我要出來說 佛法 因為是怎麼說 我相信大家學會來的人都有這個體驗 當你一直覺得佛法好的時候 你一種紅髮的熱忱就出來了 所以他就一直要去說佛法 一直要說佛法 結果佛道給他讚嘆 佛道給他讚嘆了的時候 那一邊佛道 他在上課的時候 歐納綠在那個地方 哇 在這個時候 在那個地方 佛道 怎麼叫他 叫他起來的時候 佛道說這句話 他說歐納綠 你舵舵如浩稅 螺絲磅可類 一歲一千年 不穩佛名字 這句什麼意思 說你不是在那邊嘟咕嘟咕 有夠要睡就像蛤蜊 蛤蜊是不是這樣 開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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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開來開來睡一千年 一千年佛做什麼命你也不知道 佛法到底是什麼命你也不知道 想不到歐納綠 去佛道給他指責 呵斥了 當中歐納綠痛苦流泌 不是不甘願 是慘悔 當中整個佛道前 跟佛道發怨 我將近他絕對要大正前學佛 我要透過來研究到 佛法的議論 我將出意了我沒有要睡 結果 一天兩天三天過的時候 歐納綠 她的眼睛出問題 因為沒在睡 沒在睡這個時候 眼睛在痛 佛道又請醫生 祺婆來給她看 祺婆說 這間一步而已 要睡 但是歐納綠就是說 不行 我已經發完過了 我不行改變 所以在這家 祺婆給她放不下 換佛道也來 佛道跟她說 我們受傷 想過傷也不對 想過金也不對 我們要吃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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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去睡 我們要吃東西 但是在這個時候 歐納綠 她有受到人的堅持 她說我既然佛道發怨 我就不改變 結果牽不開了 牽不開了 在妹妹的時候 佛道 因為一邊的因緣 就是歐納綠 她的衣服 已經破破咕咕了 破咕咕 在這個時候 她的歐納綠鑼 住在歐納綠 歐納綠 跟一邊跟歐納綠說 她說我們出家的人 衣服不一定要穿身 但是我們不能穿扒 你的衣服這麼久這麼扒 我們應該替一替 歐納綠說一句 因為我沒很青梅 我沒辦法看到尖康了 我沒辦法穿上衣服 在這個時候 歐納綠說 不然我們來做一種新的三意 來跟你結縣 結果這兩個人在講話的時候 佛道的天樂痛有聽到 佛道他就來了 來的時候 大家知道佛道來 有夠感動的 都在整個頂上 佛道說 歐納綠 你會黏在哪裡 你的山在哪裡 我來給你聽 歐納綠說 佛道你這麼尊貴 這個事情不用你做 佛道說 我也要收福報 佛道你的福報已經很多了 他說福報沒有在陷阱 來我給你聽什麼 佛道因為看到 歐納綠成名不方便 教他收一個法文 叫做 六件照明金光三位 六件照明金光三位法 歐納綠照這樣下去收 沒辦法 在陷阱 在陷阱 我們的陷阱 我們的陷阱 頂半身的陷阱 天安通 天安通 它是半個陀 都是天然通 有辦法騙教三千代千世界 巨細迷移的事情 歐納綠都看得到 所以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最後要說的 就是當佛陀 要入涅槃的時候 那時候佛陀 佛陀多祖鼻 他向大家交代 他說 今天我一生裡面 我徹底到 術生提供自己的陰燃法 是真理 可以救世間人 術生提供自己的陰燃法 一定要把他繃揚下去 佛陀說 我是一個良醫 我知道那邊 我有辦法開業 但是要吃藥或不吃藥 他先沒辦法 佛陀又把這個BQ交代 我是一個散道 我有辦法 知道人們走善道 但是要走到不走 不是我有辦法 所以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歐納綠准者 他聽到這裡的時候 最沒辦法佛陀 佛陀說一句 他說佛陀 我們這些財主都相信 術生提供自己的陰燃法 是有到人生的真理 在這個世間上 我們日後可以讓它變冷 微妙可以讓它變燒 刷刷可以讓它變大海 大地可以讓它變廢墟 佛陀所說的自己的陰燃 不可以讓它有人生的改變 這就是佛陀入虐盤 最後一段 佛陀與比丘對話的內容 所以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佛陀入虐後 有集結經典 歐納綠特定就有參加 但是各位菩薩 歐斯人和的記載 就沒有歐納綠的人和 這個書籍 所以在這裡我們可以感受到 歐納綠是一個點點燒 很實修的一個行者 他的精神讓我們固定 他的屬於天安通 第一,就是他修圖 不過學會的精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 二 三 二 号名 四 名 文化 基金会 生命电视高雄生命书方举办八关栽戒 护生 点灯 购水 要共计小萌生试试法会 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